好莱坞最闪亮的月偶不求 当年婚姻破碎的引爆点 就是一场在空中上演的甲宝案 当时一家人在私人飞机上 求力指控小布把啤酒倒在他身上 猛吹飞机 天花板四次抓住他的头 梦炼摇晃 其中一个孩子很惊慌 询问妈咪还好吗 小布竟然回忆说 妈咪不OK 他毁了这个家庭 他疯了 外系的文件中 读消了当事人的姓名 但是另一个孩子怒呛 小布不是他 是你 当时喝醉又在火头上的小布 回头要冲向小孩 被求力紧紧拉住 导致他的右手擦伤 不过彻底诋毁两人 勤奋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小布当时口出恶言 说他养出一个科伦拜小孩 等于暗指他的孩子 是大型校园 枪杰案的凶手 当场让求力炸锅 下机之后 恶话不说就提出了离婚 2006年就宣告分手的不求 离婚官司打了三年才落幕 但是监护权官司迟迟瞧不拢 为子求力打算重新追究 2006年的家暴案 因为当时小布获得不起诉处分 在今年4月匿名控告FBI吃案 结果FBI53页的调查报告 意外被媒体曝光 外界才得知当年家暴的诸多细节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